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先開始帶您看到 美國就業報告即將出爐 每股四大指數上揚 而標普五百指數已經連續四個交易日上漲 而道琼指數週四也是上漲三百四十六點八七點 科技股出現逢低買盤也激勵台股表現 台股今天延續反彈的力道 台積電開盤就佔上四百七十元 電子金融航運族群表現都不錯 不過盤中傳出日本前首相安倍遭到強擊的消息 市場漲幅縮小 加捐指數最終來到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點五三點 上漲一百二十八點 三大法人今天賣超近三十億元 其中外資就減碼三十九點四億元 好 今天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 而這個消息也震撼金融市場 日經二二五指數早盤原先上漲百分之一點四 近四百點而五盤迅速回落 中場是上漲二十六點六六點 收在兩萬六千五百一十七點一九點 而日圓則受到避險情緒影響急速大漲 日圓對美元的匯率是一度升值百分之零點四九 來到一百三十五點三五日圓 不過有分析師認為日圓的升值是會是下意識的反應 並不會持續太久 好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傳出重槍不幸身亡 消息震撼全球的同時 日本媒體報導 事件可能對日本的貨幣政策造成影響 尤其他是日本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 而他最廣為人知的 還有為了振興日本經濟 所推出的安倍三支劍以及安倍經濟學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歷經了名人德人兩位軍王 是平成時代的最後一位首相 也是開啟令和的第一位首相 為了讓日本走出破墨經濟失落的二十年 在安倍執政七年八個多月當中 以重振經濟為首要目標 任內推出拼經濟的三支劍 第一支劍積極的金融政策大規模量化寬鬆 第二支劍靈活的財政政策擴大國家財政支出 第三支劍構造改革的經濟政策 促使並開發民間投資具體政策 包括了修改日本銀行法 百分之二通漲目標 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措施 購買並長期持有公共事業國債 調高消費稅等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玉棠 張祺麟綜合報導 全球首富馬斯克計劃收購社交媒體推特的 科技釋調機構及方科技七號發布最新報告 市警受通膨升息與終端需求下滑等干擾 金融代工成熟製成面臨砍單潮 若產品過度集中消費性領域 部分8吋產能利用率恐面臨九成保衛戰 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全球首富馬斯克計劃收購社交媒體推特的交易 出現變數 左銀式難以查證推特虛假帳號數據 推特股價盤後一度大跌超過6% 後來以下跌近4%作收 美聯社報導 推特現在每天停用超過100萬個垃圾賬戶 希望得到馬斯克的信任 美元指數週四為賬0.03%至107.130 週三曾觸及107.27 創下2002年底以來最高 英鋒則在強身表示將辭職後走身 7月7號多家中國媒體刊出報導 宣布明天系旗下新華信託 在被銀保監會接管近2年後 正式進入破產程序 在明天系創辦人肖建華5年前被抓後 明天系旗下10家金融機構 也在2020年7月全數歸檔 新唐陽台電視整理報導 好 來看到鴻海投資布局 第三類半導體傳出消息 鴻海集團8號宣布投資 國內碳化系基板生產材料廠商 盛興材料 雙方合組碳化系聯盟 也宣告鴻海進一步強化車用半導體布局 廣院機械旗下盛興材料 引進策略投資人 鴻海集團8號宣布參與 盛興材料科技募資案 投資5億元以每股100元取得10%股權 鴻海藉由合作案將鞏固SIC基板供應 完善上游車用半導體夥伴布局 盛興材料是台廠手術從事第三類半導體 碳化系基板的生產業者 產品涵蓋四至六寸的導電型及半絕緣型基板 尤其碳化系漲精良率高達七成 SIC具備高頻高功率耐高壓的特性 將大量使用於電動車的車載充電器 及直流變壓器 車用電子市場潛力巨大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第一季可以開始量產 那是六寸的部分 未來我們再轉八寸這樣的速度 應該也不會落後國際大體太多 供應商會不止一家 跟其他的廠商也會有合作的關係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 這個業界的夥伴願意加入我們這樣一個聯盟 鴻海去年買下望宏六寸晶圓廠 設立紅洋半導體進行晶圓製造 今年將完成SIC產線建置 透過合作案透過SIC供應鏈的聯盟 強化鴻海在三加三策略中 電動車和半導體供應鏈的垂直整合 新唐人亞特電視持千里沈維彤 臺灣臺北報導 好 臺灣中游近年轉型有成 也涉入太空領域 中游今天宣布將旗下 研發的太空複合材料原件成果 正式交給國研院太空中心做後續測驗 包括經濟部長王美花 科技部長吳振中 國策顧問何美月都到場見證 太空搖車衛星裡頭 CPC INSIGHT 請揭幕 揭開紅布 臺灣國產光學酬載副材原筒 正式從中游手中交給國研院太空中心 中游研發碳心副材 和太空中心合作 共同規劃太空級複合材料產品研製 中游這次真的是非常成功的把 中游這次研發的光學酬載副材原筒 能夠應用在搖側衛星 搭載高精密的光學鏡頭 並能耐受攝氏正負300度的氣溫 同時中游也研發出了高壓燃料槽 伐件管路鍍膜技術 就做到最難的 剛剛講我們在上面的這個300度的溫差 變形不能超過頭髮的十分之一的寬度 你看這有多難 那突破了之後呢 這個就舉一反三 而且還可以更多的應用 那這個就是未來性 那希望未來我們的太空的產業 越來越多的國產的零組件系統可以完成 像中游做的這個是一個 做好以後它未來還是有一定的挑戰 再經過一系列的太空環境 還有發射的一些的嚴苛的測試 先前台灣衛星計畫中所用的碳纖複合材料 都是從外國進口 讓台灣研發的規模和數量 受到了材料輸出國的限制 這次中游研發成果 讓台灣太空產業往國產國造更進一步 除了太空中心 中游還有進攻中心 我們會在整個太空產業裡頭的 複合材料的部件 都會有很大的一個合作空間 剛剛三方有簽了一個MOU 當天中游綠能科技研究所 國研院太空中心 和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也共同簽訂了 太空級複材元件合作備忘錄 盼著提升技術 共同推動台灣太空產業發展 新唐人亞太電視 黃亮簡 曾馨敏 台灣台北報導 好 帶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最前線 積極大廠群聯六月份 一二季以及上半年的營收 都寫下歷年同期新高 另外受到二烏戰爭 支持特殊氣體公佈應求 特殊氣體廠商精神科技 今天公佈的六月營收 八千三百零二萬元 累計上半年營收四點一七億 是年增百分之三十五點五 而第二季以及上半年 都創下歷史新高 自大代工廠 六月營收數據都不錯 雙雙齊破千億元關卡 而偽創攀上了 單月的歷史新高 而廣達也改寫的 單月次高紀錄 不過面板商戶公佈 營收結果是受到了面板需求 以及價格走弱的拖累 友達和群創的第二季出貨表現 都低於預期 雙雙創下近九季的低點 好 再來關心 台積電今天公佈 二零二二年六月的營收數據 六月份的合併營收數字 是新台幣一千七百五十八點七十億元 較上個月減少百分之五點三 不過較去年同期 則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點五 終止連兩月創新高 不過還是改寫了單月的次高紀錄 而台積電第二季營收 達到五千三百四十一點四億元 也是單季首度衝破五千億元的關口 股價八號收在四百六十七元 市值回升到十二兆 另外 美希外資最新報告指出 台積電在市場具有領先的地位 雖然碰到產業逆風 但股價修正已經達到百分之三十七 是跌過頭的反應 看好目標價為六百五十元 財新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今天在臉書發文 他說 台股上半年跌幅 百分之十八點二 在亞洲排名第三慘 而這個跌式源頭是來自於半導體 臺灣的產業結構非常倚重半導體 一旦供需出現變化 臺灣也會首當其衝 此外 他提醒決策官員要正式 制度上過度獎勵投資人做短線當衝 長期存在的不公平的借券放空機制 外資大戶可以結合券商轟炸市場 他認為這波下跌 正是檢討市場機制的好機會 下節新聞重點 拜登週五 將與顧問會面討論削減中國關稅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好 回來 帶你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 澎湃市報導 因為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升高 澎湃大宗商品現貨指數 自六月高點已經下跌百分之二十 金融時報報導 三星第二季的獲利成長速度放緩 顯示疫情催生的電子產品需求有所轉弱 華爾街日報反映景氣衰退的疑慮 美國房貸利率連續兩週下降到百分之五點三零 日本經濟新聞 東京證交所公布二零二一年股東分部調查顯示 日本個人的股東比例是下降到百分之十六 比五十年前減少一半 好 來關心 美國總統拜登會不會延長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 是受到外界高度關注 而美國媒體報導拜登將在今天跟顧問會面討論對中關稅 美國彭博社報導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總統拜登將在八號與他的顧問會面 討論前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商品施加的懲罰性關稅 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尚未對關稅作出決定 據報道美國財政部長葉倫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都不會出席這場會議 美國財政部長 巴克萊銀行表示 收回任何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 對降低美國通膨率來說 都是杯水車薪 就算取消所有關稅 最大的直接影響 是一次性降低通膨 零點三個百分點 新唐人野太電視 黃亮簡 張麒麟 綜合報導 好 外媒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 週五將跟幕僚開會 針對中國出口商品關稅 進行研議 我們請教東華大學 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陳聰馨教授 美國內部現在包括行政團隊 還有企業界 其實對於降關稅有不同意見 加上美中關係依舊緊繃 您怎麼研判拜登政府後續的政策走向 我覺得可能我們要分幾個層次來看待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這個不管是國安顧問Sullivan這邊 或者是Tony Blinken國務卿 或者是Kathryn Dye貿易談判代表 他們當然有提到是說要更中長期的看待 這個跟中國的關係 那中國的關係跟美國目前的情況 是從川普時代蓬佩奧的一個宣言之後 其實雙方也有點接近是在一種半冷戰的狀態 所以實際上這個貿易只是其中 雙方這個經濟關係裡面 在一個重新塑造的一個過程而已 那麼這個美國長久來講的話 其實是希望在經濟上可以某個程度的避免 依賴中國 那我們也要倒過來想中國的立場 中國也希望說他可以不需要依賴美國 所以雙方的關係很複雜 因此今天雖然才能是一個簡單的關稅 那麼其實這個裡面就涉及到 他長期的戰略要怎麼定位 這個確實需要拜登去決定 所以是比較為難一點 第二個拜登他要考慮的不只是說 對中國的這種戰略關係 他還要考慮到國內的選舉 因為目前這個11月份的選舉也還沒有到 可是拜登在民調上面是相對的是 很比較低迷的 因此如果看到美國國內目前選民 最關切的議題就是通貨膨脹 那麼確實如果從這一次 打算減稅的這個項目來看的話 其實他對通貨膨脹的減少幫助真的是不大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很小的一個金額 而且這個影響到的部分 其實在技術上包括是說 美國進口商如何轉嫁 中國的出口商如何吸收 所以技術問題我們就先不談 其實那個可以把它消滅掉 但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個葉倫財政部長他講的沒有錯 如果不把它搞成政治化 那麼其實那個關稅是對美國人的磕稅 所以葉倫主張取消掉不是沒有道理 特別是說他主張對科技沒有影響的 像車輛一些消費產品 所以各方講法都是有道理的 那麼因此拜登他陷入了一個 比較辛苦的一個決策 他如何避免在選舉之前顯現出來 對中國的態度太過軟弱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過去每次的選舉 只要把中國拿出來當題目打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支持力就會上升一點 所以政治的考量是很重要 如果說實質對通貨膨脹的幫助不大的話 那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 目前他有可能事實上是不動的機會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什麼 因為其實美國的通貨膨脹目前看起來 因為大家對這個景氣的衰退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的這個數字顯示出來已經下滑 包括說密西根大協的一種消費心理的指數 或者目前的消費 甚至是說餐廳消費的形態 我們看到都在改變 也就是意思是說 其實在這個核心通膨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個政府可以控制到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已經看得到在下滑 而且我們很多人意設 美國實際上目前可能已經進入到技術性的衰退 也就是說如果從美國聯準會 就是亞特蘭塔聯準會有個GDP Now的一個指數來看的話 估計第二季美國可能是這個萎縮兩個百分點 那第一季也是萎縮 所以其實就進入到技術性通膨 如果他覺得說通膨有可能下來的話 那麼對中國的降低關稅的迫切性可能沒有那麼大 那如果他衡量了之後 其實是說降低的對中國少數產品的這種關稅之後 反而導致他在國內的這個選舉過程裡面 會被批評說是對中國軟弱 那這就是另外一個考慮 第三個是說這個貿易談判代表 那個戴寧氏他所講的就是說 其實美國試圖的跟中國恢復這個雙邊的會談 那麼其實到目前為止的會談都沒有獲制到任何的一個成就 也就是說中國這邊如果能夠讓拜登有台階可以下的話 那麼這比較好做 可是其實中國的想法它是希望是說 如果你美國要把這個關稅取消就應該全部取消 不是說你挑著軟柿子吃 少部分對你有利的你就把它降低關稅 所以中國也有這個問題在 那中國因為年底11月其實也有一個這個20大的一個換屆的問題在 那麼所以這個習近平願不願意在這個時間點表現出來 他對美國態度比較軟弱 我覺得這個也要考慮他的立場 所以我們目前這樣判研判的話 確實那個拜登呢 他目前是陷入比較一個為難的一個階段 下期新聞重點寵物商機逆勢成長 年產值達到六百億 休息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好回來 大家看到全台規模最大的寵物展 今天在南港展覽館開展 在疫情之下呢 寵物商機不僅不受影響 反而逆勢成長 而今年產值已經達到六百億新台幣 論文會也表示 飼養寵物的數量每年都在上升 而政府已經著手制定寵物專章 不受疫情影響 二零二二台北寵物用品展規模再擴大 近一千三百個攤位 兩百多家廠商參展 產業規模更從去年的五百八十億 在今年突破六百億 今年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受到影響 反而產業的規模從去年的初步五百八十億 今年已經突破六百億 吃的 用的 玩的 樣樣少不了 因為對四族來說 毛小孩就像家人一樣 因為以前只有養一隻 然後現在養了第二隻 然後加上就是每個年紀可能吃的東西 保養品都不一樣 所以一定會有就是一定要需要的東西 一定越來越多 尤其是醫藥費你剛好你看一次病就 也許有時候就要上萬 對啊 你看所以買一台車兩萬兩三萬就 對啊 據統計去年寵物新四主 約成長百分之十九 且二零二零年三月 全球網路上購買與任養寵物的搜尋量 也比往年同期增加兩倍以上 對此農委會指出 有必要針對寵物食品 用品安全 甚至桑葬禮儀的七月規範 制定新的辦法 訂定寵物專商 我們會在這兩個月 完成寵物專商之後 那我們送到立法院往市場 可以逐漸開闊的方向 此外 農委會表示 未來也希望將寵物商機做大 將MIT的飼料拓展都國際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卷永如 臺灣 臺北報導 最後帶您看到下個星期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七月十二號 委員區公布 經濟景氣指數 另外十三號 韓國歷歷協議 同天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公布 以及七月十四號 台積電和大力光的發售會 以上是七月八號的新唐人 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